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哲 還記得上次我去日本時的二手手機企劃嗎? 當時我總共在日本買下了七支各具特色的手機 也答應過你們要來好好拍片介紹這些 雖然便宜 但經過我精挑細選 所以十分耐人尋味的產品 那沒錯 第一步就這麼來了 這次非但日本型絕不偷騙 這幾支手機的分別介紹與開箱 我也會輪流帶給大家的 就從這支售價最高的講起吧 一起歡迎從日本遠渡重陽來到大家面前 是第一代但也成為最後一代的Belmuda Phone 其實回想起介紹這支手機的原因也很簡單啦 它是我打從一開始 想做那個二手財名計劃前就想買到的手機 好幾個月前就有在ebay那些網站翻過了 但價格當然還是不如直接去日本買那樣便宜 總之這次我一到日本之後 當然就開始搜尋它的蹤影了 那結果可想而知 真的有被我遇到 而且還遇到不少次 價格也都可以接受 你們眼前這支是我用22,800億元買下的二手貨 不過它的外觀幾乎全新 幾乎完全沒有使用的痕跡 原本的外盒也都還在 那怎麼可以不買呢 不過說到Belmuda這個品牌 大多數人來說可能不太熟悉 它的確不是以做手機為主的 在Belmuda Phone推出之前 我甚至沒聽過這牌子 行為它們手機在日本推出之後 憑著不凡的氣質與特色 還有那同樣不凡的價格 掀起不少熱度 才讓我開始知道原來有這樣的品牌 總之Belmuda的中文 比Sony 等大廠 但畢竟是以設計質感文明的品牌 推出的手機 所以就算價格看得高了一些 應該還是會有很多人買單吧 媽 先來說一下它的開賣價值多少 讓大家有些概念好了 當時是104800日元 以那時匯率來看 大概是台幣26000元 比起百慕达曼的那些家電 這手機已經算不貴了 也算是市面上滿平均的旗艦機價格 欸... 不過很顯然的 開賣之後的銷售成績並沒有想像中好 你說這價格也不是那種 3、4萬元 身為旗艦機應該還可以吧 可是沒有喔 我沒有說過它是旗艦機喔 只是具備旗艦機的價格而已 它的規格 事實上普通到不行 總之後續的官方價格 就這樣一路下探到7萬8千日元 但買它的人應該還是不多 二手市場的賣價也是持續走低 所以我才能用這5000台幣出頭的價格 買到這幾乎全新的手機 所以它就真的那麼無聊 單純貼個知名牌子 然後低歸高賣而已嗎 不 當然不是 不然我就不會那麼想要擁有它了 因為它 真的很獨一無二 反正我們就邊開箱邊繼續介紹吧 它的盒子並不大 整體是低調的黑色風格 但是 拉開之後就是白色的啦 這兩個線條也貫徹了它整隻手機的設計語言 總之上面這片就是裝著說明書跟一些文件 下面還有一層紙包著 打開後就是手機本體啦 公開箱過程就很有那個精品感了 機子盒子除了這些之外 什麼都沒有 充電器充電線請自行準備或購買 原本是會復退卡針啦 但我買的這個似乎是不見了 打折是白色的款式 它也有另外賣黑色的版本 就背面跟邊框都是黑色的這樣 總之我們先從背面說起 我就直接說了 它是塑膠的機身 但說真的 你感受不到多少廉價感 背面是有一點點像是硬皮革 但很細緻的紋路 中間則刻著大到的品牌logo 而且是採取奧客的形式 有投入成本下去做 雖然我是有點擔心用久了會不會卡到東西進去啦 那上半部這兩個黑色的圓圈 其中一個就是鏡頭啦 這隻手機後鏡頭就一顆而已 畫素為4800萬 那個看起來不像鏡頭的東西 其實是這隻手機的電源按鈕兼指紋辨識 哇把電源按鍵坐在背後的設計屬實少見啊 比較常見的多半都是把指紋辨識做在位於側邊的電源按鍵上面 要不然就是獨立出指紋辨識放在背後 然後電源鍵放在機側 而這個是直接跟別人反過來做的 把電源鍵直接搬到背面 有種LGG4的既視感啦 但它還多了指紋辨識功能 可是 呃 它做的跟鏡頭一樣大 我覺得有點邪門了 雖然說它這樣做的理由是為了對稱的美感 其實這樣看起來真理還是偏左啦 但真正讓我在意的 是這樣的設計用起來 一定要我經歷一段陣痛期了 因為你忙操作的時候 很容易就會把鏡頭誤當作開關 然後摸下去啊 那鏡頭右邊有一個像是指示燈的東西 啊好啦 它就是指示燈沒錯 那也可以看到喇叭的開孔 圍在兩個鏡頭之間 沒錯 它是單一後製喇叭的配置 當機手機應該進不到這種設計了 直接夢回10年前 至於機身右側有這個小小的音量鍵 左側這是SIM卡槽 它的位置跟大小也是完全對稱的 不愧是以精緻著稱的廠商 然後下面就是走Type-C規格的電源接孔 旁邊是麥克風開孔 相對我好像有機孔是不存在的 至於正面也相當有意思啊 它是罕見的白色窄邊框 然後配上挖孔的設計 螢幕的四邊也做成相當圓潤的圓角 此外 比起當機手機的生產 你不覺得這是相當矮胖嗎 因為它的螢幕比例是傳統的16比9 也就是說 它是16比9螢幕 配上白色窄邊框 然後有圓角跟挖孔的手機 這設計世界上應該也找不到第二台了 相當之前衛啊 而且不說你們可能看不出來 整螢幕正面的變框 其實是比起玻璃表面還要凸起的 假設剛剛說到背面鏡頭旁邊的指示燈設計 很明顯就是在告訴你 平時放桌上時 希望你背朝上的放它 畢竟它背面這麼圓嘛 你震著放一定就會像這樣 有超嚴重的敲敲板現象 而這麼圓潤的設計 其實也是被用不打住這支手機 因以外要的部分喔 但我們說這是世界上唯一一款 有曲線設計組成的智慧型手機 而且你看整支手機也相當小巧 因為他們覺得這樣的尺寸 才能維持最佳的握持手感 那我是還蠻同意他們的 這大小配上圓圓的機身 拿起來真的很舒服 整支手機重量也才138克 沒什麼負擔 也有種當你iPhone 3G 3GS的既視感啊 想當作這種手感實在是有夠棒的 反正現在來到規格念過一遍的環節吧 首先是它的螢幕 4.9吋的IPS LCD 比例16比9 解析度是1080p 更新率60Hz 處理器用的是高通S765 是滿2021年標準的中高階處理器 但並非遊戲家常版的S765G 配著6GB的記憶體 跟128GB的儲存空間 日常使用來說是還有辦法應付各種需求 但不能額外插SD卡來擴充容量 也僅僅只有單一SIM卡槽的配置 但是我居然eSIM也居然5G的頻段 電子容量只有2500mAh 以這樣尺寸的手機來說算不意外 也當然別奢求它能有大手機那樣的續航力 那唯一的生物辨識方案就是位在背面的指紋辨識了 沒有居然臉部解鎖 然後也有提供IPX4等級的防潑水 與IP4X的防身等級 充電部分支援20W有限 此外它也有5W的無線充電喔 但官方的充電器跟線材都要自己另外買就是了 沒有3.5mm耳機孔也沒有上下雙喇叭 也對啦 光是這螢幕大小就沒辦法帶來太豪華的影音體驗了 至於相近也沒有特別的地方就前後各一顆 然後就只有這黑白兩色 那這手機只是在日本販售而已 開賣價是104800日元 以現在的匯率來說也要約台幣23500元 都不算便宜 而且10點日本官網的售價就是78000日元 所以它就是一支僅有萬元出頭評價機的規格 還是塑膠機身 喇叭還在後面 但整個設計意外特別 又怪有質感的手機 而且悲劇這還只是它的外在 如果你現在還是覺得這手機沒什麼的話 繼續看下去就對了 順帶一提 這支Biomuda Phone其實並非全由Biomuda這公司設計生產 設計師版木打自己沒錯 但後續的製造生產是交由金磁 Kyosella來負責的 它也是日本的大牌子 其下有很多種類的產品包含手機也有 只是有看過新聞或是折舟萊嘎店的觀眾 應該知道金磁近期已經終止手機部門 而且版木打這裡也跟著不做手機了 以及Biomuda Phone就僅僅推出這麼一代 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這系列已成絕像 這次我在買完這支後才出現的消息 也讓這支手機的獨特程度上升了不少 畢竟後續不會再有第二支了 不過確實有點可惜啦 就這麼空前絕後了 你看這精美的開機動畫 將來能看到這個的 依舊就只有這支手機了 但即使如此 還是要來說說它的按鍵手感 其實紮實度跟回饋感是真的有耶 你不要看它是塑膠還小小的 整個奏功還是有那個水準在 那這支的作業系統是Android 11 後續是能升級到Android 12的 而它的初始畫面就長這樣 背景這紋路我剛剛在說明書上也有看過 好啦這其實是我結束的畫面 我幾天前就已經想要設定好 裝上我的App了 總是它的界面就長這樣 桌布通常也是這個紋路 此外這兩條線 也就是剛才盒子上的這個啊 整個設計語言都是我連貫的 我很喜歡這樣的感覺 代表廠商很用心 那它有不同設計的桌布 這兩條線也可以進設定去更改顏色 不過最特別的地方是 它是有功能的喔 你可以自訂往上拉跟往下拉 分別要觸發什麼動作 線條下方的這個widget 上面可以自訂簽名文字 還可以換字體 然後是日期、天氣 還能寫上你的名字 生日還有電話號碼 那上面這個JB 是預設寫進去的啦 想了很久 我真的是不知道這代表的是什麼 懂得觀眾可以在底下留言一下 那這些內建的應用程式 每個App也都是特別設計過的 反正這些等新的實在來好好探究啦 然後Belmoodle phone 有分一般版 跟softbank電信的版本 我手上這支是softbank版本的 所以也有預載一些相關軟體 規格的話則都一樣 它也沒有鎖SIM卡 插台灣的卡也能用 喔對 然後它挖孔就這麼大一個 LCD螢幕只能這樣子啦 沒辦法 但在這4.9吋螢幕上的存在感 真的有夠明顯 也因為這樣 它狀態率居然分成兩層了 通知那些的會放在第二行 平常手機到現在 真的第一次看到這種設計 反正現在就是老傳統的環節啦 雖然是2021年的二手手機 但這規格放到當今還是沒什麼問題 沒理由不好好用用嘛 究竟它能帶給我多少心得 與特別的印象 就讓我們今秒後見吧 現在 我與Ben Moodle Phone 的生活 正式 開始囉 等一下 我們這個畫面先不要中斷齁 因為在插卡後的瞬間我就發現到 原來它是不覺得SIM一日插拔的 只要有替換 就一定會自動重開機 這即使是2021年的手機 也相當過時了 然後這手機背面左右鏡頭沒置中 這個我覺得就算了 不會去在意 但我真正拿來使用後才發現 這前鏡頭的位置在挖孔裡也是沒對齊的啊 這應該就不是刻意設計 而是公差問題了 唉 一發現到這個事之後我就一直在意著了 再來這個實體指紋辨識 照理講應該已經是個成熟的技術 但我猜可能是軟體故意要拉慢解鎖的吧 按下去一定會先出現這兩條線的動畫 還有鎖定畫面 接著才會解鎖 整個過程接近一秒鐘 只能說是為了華麗而犧牲的效率吧 更當年初始版本的iPhone 5s 有異曲同工之妙 再來這4.9吋的螢幕 其實用者用者真的很容易忘記 它只有60Hz 更新率的事實 果然比較少的螢幕就是比較不會察覺到這個 而且又是108MP 解析度 又是 LCD 標準排列 整個細緻度實在是好的沒話說 不過 LCD 嘛 要比亮度還是更不像 AMOLED 太陽太大的話看起來就會有些吃力 而且它自動亮度的判別實在是有些問題 有時候不是亮的地方太暗 就是暗的地方閃光彈 但至少手也有被滿足到啦 拿起來就是舒服 但手伸到螢幕頂部也很容易 在大手機當道的2023年 這種體驗沒想到也變成一種奢侈了 不過雖然這種圓潤的機身 官方推薦你在側放它時將背面朝上 這次還有個功能是背面朝上時 自動幫你轉成靜音模式 但...它真的太遠了啦 這種狀態下真的好難將手機抓起來 我都怕沒有抓好然後直接噴出去 所以後來我還是正面朝上去放了 而且還發現它在這情況下也有對應的功能 就是只要搓一下邊邊讓它晃動 就能開啟螢幕 還真的是完整運用到這機身的設計啊 也實在是蠻可愛的 但平常點一下螢幕也能亮就是了 就感覺這功能不是很有必要 好玩性質居多 然後這次手機並沒有配備OA上Display 不過因為圓潤機身的關係 即使正面朝上平放著 通知藍牙還是能看到指示燈的反射 但當然重視反射不了 或太讓的話就沒辦法了 但雖然這次是支援無線充電的 但可能是因為機身太遠或是太矮的關係 放上我的充電座它幾乎感應不到 我手邊唯一能讓它成功無線充電的方式 就是以一個十分特定的角度 將MagSafe 充電座我貼上去 超不方便 我還是夠該用充電線就好 然後它的振動力到沒那麼大 不過也還算扎實 那來打字的體驗還不錯 那接著來說說它的介面吧 雖然開箱時有講到它能升級是Android 12 但我這次Soft Bank 版 失誤得要在日本的情況下才能收到更新 我是懶得折騰了啦 讓它保持在這版本就好 要是真的有更新的需要 那就用Surfshark VPN 跨區 省去出口的成本吧 沒錯,身為2023年的現代人 還看過我接收那麼多次 怎麼不能多了解這個使用工具呢? Surfshark VPN 能讓你在任何生活環境 瞬間遨遊各國 無論是你的電腦桌、咖啡廳還是捷運內 只要三秒鐘就能直接享受到 那些地區限定的內容 而且一切資料皆有經過加密 確保你的隱私與安全 像有玩一些日版遊戲的各位一定知道 要在遊戲內課金並不是直接綁信用卡就好 比如Android 的系統 就需要在跨區情況下辦個日本帳號 欸,這個時候Surfshark VPN 就是個省事安全且快速的選擇了 找到註冊好的帳號 在手機的APP上登入 並在國家列表裡選擇日本 這個時候就可以順利進行其他操作啦 這幾年來的使用之下 速度也相當穩定不卡頓 現在記下影片右上方的折扣碼 並點擊底下說明欄的專屬網址 就可以享有三個月的免費試用期 以及我的專屬優惠喔 跟你課金的錢相比簡直不算什麼啊 此外,Surfshark 在付款使用的30天內 也都是可以無條件全額退款的 對於Surfshark VPN 有興趣的各位 影片結束後就去多了解一下吧 好啦,回來講介面 首先這主頁的簽名跟名字等等 雖然是能自訂 但很多符號都沒辦法放進去 不過沒關係 還是不實測介面很特別的事實 比如這周面有內進幾個全螢幕widget 像是行程表、時鐘、筆記本還有計算機 對,還滿上誤的 能看出廠商想把這手機 打造成你手中方便的生活工具 那這些widget 都是走簡單 同說頗精緻的風格 比如這個時鐘 其實也具備鬧鐘、馬表、倒數計時的功能 想要設定倒數時間就要用轉的方式 有一種正在操作實體器具的感覺 我喜歡 而時鐘app 本身也具備世界時鐘的功能 雖然是很多手機都有 不過這種天氣與指針切換的動畫 就真的很有質感了 內建計算機有個億萬按鈕 能不要輸出這兩個單位並快速計算 右邊這裡能直接切換成匯率換算 你能自己理想列出的幣值 此外還有長度、面積、溫度換算等等的 就很有那種給時常出差談生意的人使用的感覺 不過它這些widget 有個缺點 就是只能長出在主頁右邊的連續幾頁 中間不能放你自己的東西 你要放就只能一直往右滑 是可以把這些widget給關掉 但關了就少到這部分的特色啦 假的這手機實在也不太適合年長的人使用 程式機跟桌面的App文字預設就這麼小 僅設定也沒辦法調到太大 我這個Android 11 版本 快速設定也欠缺蠻多基本的開關 想使行動數據跟勿擾模式都找不到 而且也不出所料 整個螢幕比例配上超出的狀態列 看什麼樣的內容就都是只有窄可以形容 根本就是在用以前的手機 你如果用這次開Messenger的聊天氣泡 再加上鍵盤的話 那恭喜你只能看到兩行不到的聊天內容 而且用它來看影片或錄影 你就會發現影片內容通常都能把整個螢幕給佔滿 畢竟標準的16比9嘛 早期手機也都是這樣 但重點是 在百慕達手機上面 還會額外添加圓角與挖孔來裝飾 先不論這挖孔會擋掉多少內容 光是這微妙的感覺 就讓我覺得很有趣了 接著仔細看的話能發現 這狀態列的訊號圖示有別於一般手機很特別 它的輪廓是T型的 這我之前都沒見過 但旁邊Wi-Fi圖示就是一般的那種了 沒有統一起來 那說到網路 雖然這次有支援5G頻段 但跟台灣的電信還是無法完整cover到 基本上都只有4G而已 速度也不快 買這種日本獨賣的手機 真的還是要注意 有沒有完整支援自己的電信公司頻段 那電池續航力就 不意外的很普通 沒有做詳細特試 但螢幕開啟3小時的正常使用後 它就剩下40%電量了 當主力計的話 最好還是自備行動電源 至於喇叭表現嗎 都是後製單客的配置了 可想而知不會好到哪裡去 實際上也是如此啦 沒有什麼例外情況 反正就給你們聽聽看吧 接著相機介面嘛 看似陽春實際上也真的是滿陽春的啦 總共就五種模式 拍照、錄影、實物、人像還有夜景 設定裡面也就只是簡單的調比例、HDR、格式等等 能看出柏木達做這支手機完全沒有在強大於相機這部分 呃...其實從它只有一顆普通的後鏡頭 就能得知這點了啦 但有個不錯的點 就是內建了實用的水平儀 而且無論手機有多歪 它都會實際告訴你當下角度 包括錄影圖中也會一直顯示著 讓你隨時注意不會錄出斜斜的影片 反正這邊就給各位看看它的拍照表現吧 旁邊是iPhone 14 Pro 兩支的鏡頭個個差滿多的啦 但就是給各位做個參考沒有比較的意味 那這樣拍下來它的表現我覺得就是2021年中階級的水準啦 這張4倍放到的畫質其實還不差 證明這顆4800萬畫素鏡頭有被完整利用到 一般的夜拍有點難觸發到HDR 不過畫質還算乾淨 觸發HDR之後其實表現是意外的好啊 亮度有壓下來暗處也譜清楚寫雜訊不多 這張的拍平衡甚至比iPhone 14 Pro 還要準確 看來它的軟體優化還是有兩把刷子 那它的前鏡頭畫素是800萬 清晰度一般般 也沒有自動對焦三景效果似乎不存在 白平衡有些偏黃但iPhone就是太淡了 擬光太嚴重的話HDR會有些束手無策 不過簡單應付需求還是可以的 至於錄影的話就蠻糟的了 畫質不能選 固定1080p 30fps 畫面穩定度是還行 但整個清晰度一次因為放大才切而整個爛掉 看起來只有720p 明明處理器跟鏡頭都有能力錄4K的啊 這表現實在不行 不過沒關係 載個第三方的相機APP就能改善熱點了 4K畫質順利記錄下來 總之以上就是我與BMW打Phone的使用心得啦 其實當初這手機上市的時候 我是不怎麼看好它的 就覺得放了一堆故事設計 規格也不好 然後還賣那麼貴 結果看來大家也不怎麼買單 於是這手機就這樣價格一路下滑 最後甚至終止手機業務 成了彈花一線的唯一一代 但實際上只用了一陣子後 說實在我改觀了很多 不馬虎的做工、講究的線條 使得這手機有著當今罕見的臥時舒適度 哪在方面也是用了之後 才能體會到廠商的用心投注 當然比起那些成熟的手機大廠還相差甚遠 我也不會想推薦這支手機給大多數的人 但它真的很適合在這種二手價格甜蜜點 買一隻來把玩、欣賞並收藏就像我這樣 雖然這一代成了空前絕後有些可惜 但我也覺得白木達已經靠著這代 講所有設計理念與精神表達完整沒有遺憾了 而且他們也還有家電這個本業嘛 OK的 那麼各位對白木達的產品 或是這支手機的印象是如何呢? 是你的話你又願意出多少錢 買一支全新的不用木達Phone呢? 就在影片底下分享一下吧! 於是這樣就把這次二手企劃買的七支手機 給拍完一支了 接下來各位希望我先介紹誰呢? 你們可以慢慢想 因為我要先評測另一支全新的手機 那影片就到這啦!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